來吧!營業中自播出後受到大批觀眾喜愛 不過日前節目卻傳出 因製作單位雙方理念不合 第二即將拆夥 只有陽明威留在原節目 陀宗康、炎雅倫、鬼鬼、姚元浩等原班人馬 將出走開新節目 隨著節目即將收尾 炎雅倫對於近日延燒的話題 在17日發文 團員藝人們很難得可以在同一個工作中 相處這麼長的時間 他認為這個過程雖然辛苦 卻是無比的踏實和愉快 更感性地說透過節目認識了五位好夥伴 刀子嘴豆腐心的哥哥妥宗康 總是唠叨卻很願意苦幹實幹的姚元浩 被大家覺得吵 卻是這輩子最愛的第二個傻妹妹鬼鬼 還有幹話寶貝楊明威 以及一直還在努力的顏又廷 炎雅倫表示 雖然外界看到新聞 感覺老屋的夥伴好像分開了 但他卻很有信心 節目班底無論到哪裡都會是好朋友好同伴 他更點出有時我們的身不由己 也可以很樂觀看待 因為給大家的絕對是最真誠投入的自己 而根據三立新聞網報導 先前暫時請辭到實際餐廳實習的顏又廷 將不會回到來把營業中節目 也不會加入到第二季 報導中提到店長斗宗康說不行就不行 很多時候需要多方權衡 公司也不會因為立場不同 去改變藝人的決定 而目前顏又廷手上也有其他工作邀約 未來會持續一約進行